美聯儲升息導致人民幣承壓 資金不敢入場 李克強與民資舊經濟能有效 中國4至5月用電量連降 上海廣東負增長 陸媒指出 3年裏99%的新創消費品牌可能會框 巴菲特的最後一次午餐會開始競標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崔士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7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美聯儲升息75個基點後 人民幣匯率進一步下挫 跌破6.7的大關 6月16日晚間23點30分 在岸人民幣對美元達到6.7 離岸人民幣略低於6.7 顯示出市場減持人民幣的趨勢仍在加劇 早點時候 人民幣對美元的中間價格一度上漲近420個基點 觸及6.71 行業普遍認為 隨著美債收益率漲升高 中美利差的倒掛幅度會繼續擴大 美元升值繼續會對人民幣造成貶值壓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 多個國家的央行展開了升息進程 在16日 瑞士央行宣布升息50個基點 這是2015年以來的首次調整 台灣央行同日決定升息12.5個基點 上星期 印度、澳洲央行也開啟了升息週期 傑森表示 美聯儲加息後 美元會變強 全球的貨幣相對於美元也會變弱 這就是全球都在面臨的問題 他說 比如說日元 日元現在已經是135日兌1美元 這是過去幾十年沒有的一個高點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全世界 日元貶到這份上 這樣很多其他出口國家也就受不了了 因為日元一貶 日本的貨就便宜了 很多其他出口國家就有點承受不住了 這樣它也貶了 人民幣是否也貶了 相對美元來說 所以說全球一系列的反映都會出來 傑森認為 如果美元加息 但日元不加息 就會引起周圍國家左右為難 甚至有人會說 這樣貶下去的話 很多小國家的貨幣會不會撐不住 會不會有崩潰的感覺 會不會有97年亞洲經濟風暴的問題 我都不認為有這樣的問題 我不認為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但是呢 每個國家都在小心謹慎地等這個數據 受中美利差倒掛影響 境外投資者在5月份 減持了160億美元的中國債券 這意味著資金外流的問題進一步加劇 公開數據顯示 5月份人民幣債券連續第四個月出現資金外逃 2月份以來的資本減持總量超過了600億美元 這是2017年以來的最大一輪撤資 上海等地因動態清零政策連日封盛 民生經濟遭遇巨大損失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共官方繼續號召民企投資舊經濟 據中共官媒人民網報道 中共總理李克強6月15日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期間鼓勵民企投資帶動消費與就業 穩定經濟 有評論指出 在整個經濟被打垮的情況下 比民企救經濟的說法無稽之探 中共官媒發布的會議聲明宣稱 要對民企投資進行支持 以帶動消費就業 民間投資佔據全社會投資一半以上 需要用市場辦法激發民間投資互利 當局還希望吸引民間投資 加入交通、水利等項目 宣稱招標過程中對民間資本一視同仁 評論人士何鈺指出 現在不是一視同仁的問題 而是民間資本根本不敢入場 近期以來的房地產招標項目 絕大多數都是國資 央企在競標 私企資本幾乎缺席 其他行業也差不多 企業投資是要獲得回報的 在現在的市場狀況下 私營企業看不到任何回報空間 不敢將錢放進去打水票 在清零政策下 很多小企業主表示 已經承受不住壓力倒閉 在上海從事資產管理多年的金先生 對BBC說 今年前幾個月 接到的移民案例已經超過過去一年的量 稍微有資產的人都想要出國 他表示 經過這次封城之後 幾乎所有人都感到受到的壓力感很強 不想在國內繼續發展 而在經濟重振深圳 今年第一季度的整體經濟增長僅有2% 而在過去40年間 當地每年發佈的經濟數據均為20% 這反映出中國經濟狀態十分嚴峻 何玉說 中共高官當然知道 現在比民間增加投資難以收到回報 這樣的號召就是為了繼續騙取資本 來供應中共政府的需求 目前的經濟形勢連國企都難以承受 別說民企了 中共政府只能試圖提升行業預期 繼續引誘民間資本投入 接近癱瘓的經濟市場 目的只是為了換取它自己的生存空間 至於民資是否血本無歸 中共政府是不會考慮的 中國能源局15日發布數據指出 在今年4至5月 中國全社會的用電量持續下降 而在今年1至5月期間 上海和廣東等製造業主要地區的用電量都呈負增長 根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發布的數據 在5月份 全國社會用電量同比下降1.3% 增速較去年同期下降13.8% 其中高技術和裝備製造業用電量出現1.3%的衰退 製造業負增長3.3% 製造業用電量負增長0.5% 按照地區劃分 在中國東部地區全社會用電量負增長5.5% 東北地區下降2.6% 僅有西藏、雲南、青海、寧夏、安徽與山西等地 發布用電量大幅增長數據 財新網報導說 用電量是社會經濟運行的呈雨表 在用電量減少的情況下 5月份的統計局數據顯示 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亦同比下降6.7% 服務業生產指數下降5.1% 在廣東、上海等用電量的大省 用電量下降的問題更顯著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的統計指出 5月份廣東省用電量比去年同期下降3.1% 而上海市統計部門 說在今年5月份的前三星期 上海市用電量出現22%的負增長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電聯預測在今年全年 全國的用電量增速將整體放緩 近年中國大陸國內網紅新消費項目出現 吸引投資者眼扣 但是行業發現 現在很多項目難以持續運營 到2021年底 創新品牌發展的機會就更渺望 甚至有業內資深人士認為 在3年後99%的新消費品牌都活不下去了 在2022年後會先腰截日本 陸回36刻刊在財經公眾號文章指出 轉接點發生在2021年 從這一年開始 市場的流量紅利和資本紅利已經消退 曾可以以流量賺錢的創新品牌變得真多足少 此外資本也正在回歸離聲 由於行業發現資本回報的週期太長 甚至看不到獲得回報的希望 因此很多創新品牌遭到拋棄 創新品牌在孟雅期間的資金流依賴融資 一旦融資出問題 企業的增長就會失速 在這樣的情況下 創新品牌只剩下消費者一個渠道 包括零食品牌、拉麵雪、 三隻松樹等品牌 在之前幾年發展速度 獲得大匹融資 它們的主要市場是中國的年輕人 這些企業在社交媒體上獲得影響 然後再將流量回歸到銷量上 但在經濟大環境低微的情況下 大多數創新品牌的基礎薄養難以生存 近日拉麵雪公司傳出資金鏈斷裂的消息 有行業內部人士說 拉麵雪曾多次尋求收購 報價不足企業高點估值的一支 但其他公司的收購興趣都不大 也有中國企業主表示 不僅僅是新興網紅企業難爭 就連實力基礎良好的公司也希望爭過這一年 深圳互聯網設備公司商方大衛對美國之音說 對於企業來說 現在是一個艱難的時刻 911歲的股神巴菲特 宣布在這星期開始競標最後一場慈善午餐 在過去兩年 這一活動因疫情叫停 行業正在關注這一餐 會不會創下歷史上最貴的紀錄 與巴菲特一起 參加午餐的拍賣會已經舉辦了20年 這場拍賣會在eBay上進行 中標者能攜帶最多7名同行者 一同參加巴菲特的午餐會 期間可以討論投資話題 並建立與巴菲特的關係 競標的所得金額 將全數捐給舊金山的非營利機構美國 格萊德基金會 格萊德基金會說 雖然巴菲特和克萊德的珍貴友誼將繼續下去 但今年將是最後一次這樣的活動 基金會並沒有公開停辦的原因 不過行業有猜測認為 巴菲特今年將滿92歲 之後可能沒有太多精力參加類似活動 截止目前巴菲特午餐獲8次競標 4人參與 參與者均保持匿名 預計最激烈競標活動 在拍賣截止前展開 到北京時間6月18日上午 這批交易將確定最終的獲勝者 與巴菲特共進午餐的活動 最早在巴菲特妻子蘇傘的組織下展開 通過拍賣為舊金山的無家可歸者 和低收入人群提供免費食物、 醫療和其他服務 在最初的兩年 拍賣金額只有大約2.5萬美元左右 而在2003年 登上EBI勁拍以後 成為價格達到25萬美元 2008年以後 每次中標金額都超過100美元 目前最貴的一次午餐機會 被區塊鏈平台波場創始人 孫與神競標獲得 價格在456.7萬美元 至今為止20次活動 共籌集了超過3,450萬美元至今 儘管巴菲特已經捐出了約一半的 柏克希哈什衛股票 但直至上星期五 巴菲特的身家仍然位列全球第五大富豪 這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訂閱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 再見